嗨大家好,欢迎走进老兵术器 现在的战斗机为了人员的安全一般都是配备专门的伞 以便在特殊情况下尽快降低速度并缩短滑动距离 减速配件通常安装在战斗机尾部或垂直尾部的根部 在起飞前伞包安装到位 使用它也是手动重新包装和安装 事实上不仅战斗机上的伞是这样的 伞兵的单伞兵空头降落伞 特殊飞行伞等 一般也是手动包装和安装 降落伞的包装是一项非常细致的活 在每次跳之前 伞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包和检查伞的包装是否安全 因为只有自己亲手装的伞才是最安全的 这也意味着没有更多的错误 毕竟谁的生命都是最宝贵的 人员使用的战斗机所需要的无论是什么伞 都由大量的绳索和大面积的伞面组成 并根据某些规则和顺序进行堆叠 并且可以在使用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打开 在目前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保证万无一失的伞包 减少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有多人手动叠他们 即使是这样也会导致无法正常打开的事故 关于降落伞的质量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据说在早期阶段大战中 美国负责生产降落伞的生产率是99.9% 军方要求必须达到100% 制造商认为99.9%足够高 无需改进 后来军方想到了一个想法 就是所有的降落伞必须在出场前随机检查 因为这个要求 降落伞成品的合格率变得更高 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对降落伞的要求很高了 对于伞兵来说 伞兵本身就是如此的高危军种 如果降落伞的质量出问题 那就更加没天理了 对于战斗机来说 减速伞也是如此 如果质量太差或者需要减速时减速伞没有打开 可能会导致战斗机从跑道滑落甚至撞到障碍物 这不仅会导致重大损失 飞行员也会受伤害 因此在国家空军中 通常有专门的整理部门 其任务重要性不低于负责维护战斗机的部门 毕竟无论对于什么来说 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公授期剪辑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